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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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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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言 李宗盛 你就别发异症了 神仙的地痞你也不放过 我们神仙在怪罪你啊 二娘子 今儿真远 可真远 现在我终于知道 什么叫有情人做快乐事 说来听听 就是不管他爱不爱我 我的情啊都在那儿 不增也不解厉 不管我开不开心 只要他开心 我便不气不舍 勿得还真快 这几天我心里真是踏实 舒逃 你知道吗 我不求他来我怀里 我只求他到我心里就可以了 就这样 默默相爱 就足够了 说得可真妙啊 还真别说啊 我还得感谢你们 你们这个僧人什么 有一句叫普渡众生 是吧 你也算把我度了一把 休息 拽个人 每逢佳节 被被私侵 也不知道在俺老家的老娘咋样啊 好久没去探望他了 你还有娘 废话 没娘往哪儿来的 我就没有娘 你咋没有娘 你咋没有娘 那那那你娘呢 从来没见过 没没见过 那你为什么叫二娘子啊 那那你这母兮兮的名是谁给娶的呀 我妻 假行老伴 好你个假行僧 原来你有妻子呀 说 你妻子在哪儿呢 死于一场杀戮 大兄弟 大兄弟 这回忆我不知道 那你叫二娘子 也是祭奠你的王妻是吧 一切恩爱慧 无常难得情 生事多畏惧 并为余成 因爱不生有 因爱不生无 若离余爱者 无忧也无不 那夫君有没有想过 这日子过得越好 人就越有念想 越不知足 是啊 人不都是这样吗 好呢 总想过得更好 坏呢 也就听天由命 那夫君是怎么想的 我在想啊 这个造纸作坊 花落水作坊 还有棉花实验田 咱们一定要好好地经营下去 将来棉衣棉袄 棉裤又是闻尸的 大唐的百姓冬天就不怕冷啊 说句良心啊 不管是自己赚钱也好 为国为民也罢了 人活在这世上 不就活个轻松愉快吗 别人家咱管不了 咱们自己家 自己家的农户 将来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那我就吃醋了 这才是过日子的话 中秋月色啊 动人心魄啊 吃菜 吃菜 吃完咱们去赏月 吃 吃 看见了没 阳阳 一元还是他一元 气死我了 怎么了 这云家的鸡 怎么能下那么多蛋呢 下多少蛋啊 夫君 今天妾身跟二女婿逛市集 正好看到他们家那下人在卖蛋 我就打听了一下 不得了 他们家养了三百多只鸡 每天能下两百多只蛋 那就是五百五十文的收入 这一年下来 就是两百来贯啊夫君 这比我账上的足足多了三四成 这更邪乎的是 他们说他们家鸡 十天里能下七只蛋 八个的也有呢 这 那是有点奇怪啊 跟我去鸡车看看 走 这怎么能让人家这样的商品啊 奇怪了 鸡进都没那么大本事 这也不会真是鸡精吧 别瞎说了 什么鸡精啊 你管他下七个还是下八个的 关键是你 要弄清 他们家养的是什么品种 还品种呢 全军下的鸡肉一个品种 不行 夫君 亲人得去看个究竟 不然这清理方面 晚上就睡不踏实了 好吧 好吧 如果是非想去的话 你不去吧 怎么啦 又怎么了 别折腾了行不行 你不疯我都要疯了 莫非是云丫头耍诈 不议放假话来折腾切身的吧 耍什么诈呀 你快睡觉吧行不行 你想太多了快 这要真是虎人也就罢了 这要是真的 他可就有了底气 咱想动他就难了 人不就下俩蛋吗 他们家还欠一屁股挨债呢 你放心吧 还不清肯定还不清 不是蛋的事 他时间下十个也不怕 怕的是他养鸡的方子 这方子比鸡蛋要值钱 夫君你想想 经咱这一折腾 夫君光养鸡的就是多少价 他要是再学着咱 弄一个私料租坊 这一下就多了个镜像 这还你钱来就快多了 人家挣钱 人家也得挣钱 人家还得生活 你不能不让人挣钱吧 那咱们也不能赔钱啊 咱没赔钱啊 那怎么办 老天爷就不让云家倒台 你能怎么办 哎呀算了吧夫人 再说云家那丫头前前后 也吃了不少苦 多少应该有点回报 咱们家独门的生意 有个花水作用还不行吗 你垄断太多了 会招来是非的 那就别计较了 这亲身本来就小肚鸡肠嘛 不想夫君那么大肚 夫君过来说 亲身小肥的小养 对啊 这小肥的小养多好看啊 我最喜欢小肥三养 听话说一下吧 不是 不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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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 还没睡醒呢 昨天晚上肯定没干好事 快醒醒吧 有话跟你说呢 再不行 我就拿凉水给你擦脸了啊 醒了 醒了 你说吧 醒了 那就说正事 我今日来呢 是想跟你王家商量个事 什么事 你们家的花露水 可以每年定量一批特供给内府吗 就按市面上的价格 现手清货 绝不拖欠 内府 王子那院啊 特供花露水倒是没问题 那些嫔妃倒也经常来订购 只是这种批发的事 你还亲自跑来传达 而且不是传达给陈家 是跑来找我 那就肯定有问题啊 你直说吧 怎么个特供法 主要是因为量大 大到有可能会影响你们家 作放正常的市面供货 这万一弄不好 会影响到你们家的生意 那我凭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呢 你就全当是为我好了 你要是同意的话 我这就去内府支了货款 一分钱也不欠你王家的 钱 内府的买主不给钱 我敢得罪吗 而且他拿那个东西去哪儿 我敢问吗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么做对我有多大影响 又不是要秘方 拉些货而已 你这全当是给我面子了不行吗 你这跟拿秘方有什么区别吗 你先是强行垄断货源 然后就是强行定制价格 皇上就那么缺钱啊 缺钱可以跟我要啊 你砸我家门面什么意思啊 缺 缺得厉害 可再缺钱也不能到处去索要啊 这皇上也要讲道理的 好 那你说吧 要多少 一千五百斤 这第一年会少一些 可也绝对不会少于一千斤 我能问一下你们要这么多货 去哪儿卖吗 你放心 绝对不会在大唐境内出售 不会产了你们家的生命 钱主 钱主 小皇爷 您有何吩咐到花露水的作坊 喊陈老四来 哎 我已经让老四过来了 你自己跟他说吧 我库里没钱 要修桥 要修路 要振灾 要备战 拿我当冤大头 他怎么不用现钱支付呢 硬要混淆概念用现银 这明显是抢劫嘛 我就不信 他不知道银剑同贵的道理 一来二回的 我白白损失了四成收益 上哪儿梳理去 你急什么 这钱多少还是有一些的 可关键不是你说的这码事 你说的那个道理多少人能明白啊 你就认为这国库里的钱 皇上说支出就能支出吗 皇上做事也要再情再理 也不能有丝毫插持 你别跟我说了 说得我头疼 跟老四说吧 姐夫 找我啥事啊 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 你们看见公主吗 公主 到底啥事啊 我要忙死了 知道你为花露水生意操劳 特意将你招回来 也是情况特殊 啥情况 本宫今天想代表内服 跟你陈家谈一宗生意 那么感情好 说来听听 行了 你们俩先聊吧 我出去吧 孙君 多不然有何事啊 别提了 到底什么事啊 看老四都来了 是不是跟作坊有关了 咱们哪 被天下第一大奸商给算起上 到底怎么样你要急死我了 你别着急 看看老四 能不能让这事有访和 事情就是这样 我跟你姐夫商量过了 他的意思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你怎么看 这是好事啊 我靠 太嫩了吧 让人送你从这里还很好 夫君作严甚深 这明白 就在那花露水上 绝对是个致命的打击 我们再进去给人家主意 等等等等 靠 靠 靠 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当然同意啊 但 我有一条件 请说 这一千斤花露水 得分六次交付 第一次交付的时间 放在十月 这内务府 这么照顾我家生意 我怎么着也得给一优惠 头三百斤花露水 不用支付现银 赦账给皇家 拿去先卖 卖掉再付钱 但是 直说无妨 但是这皇家一旦周转开了 往后再买货 必须用现钱 而不是现银 以后交货只能用现钱 或者和现钱等价的商品 不提银价 成交 高 实在是高 什么叫虚洞 这就叫虚洞 你不是打着 没钱周转的气候 人家没活过吗 那我给你一点 我现在就周转 等你有钱 你不能再给我装穷了吧 嗯 还说我说三毛四 做生意真是这样 那是 真假的虚洞 公主 我叫刘回去你定契约 我叫客人远远送呢 咱们去 姐夫 去去去去 怎么样 想赖账 一旦翻成六次交货 再拿一次货 就得清一次钱 看他还怎么赖 这样不但减轻了一次性 大量交货所带来的风险 还减轻了咱作坊的压力 这丫头 君怪着呢啊 对呀 姐夫 不厉不厉害 太厉害了吧 小总 你先回座放去啊 得得得 行 姐姐不留步啊 你快去准备一些茶点了 怎么样 谈妥了吗 装什么呢你 刚在外边你不都听到了 这陈家小女了不得 是个灵力人 她今年多大了 也就十六七岁吧 怎么着 不许打我们家人的主意啊 我是想啊 如此聪明灵力的姑娘 觉得相间相礼的 算是埋没了 从此以后 这黄江花露水供奉的事 我就跟老四谈就行了 你就不便插手了 对不对啊 夫君 现在知道叫我夫君了 我还以为你穿上了 不就笨人了 你这光听花日子 就说这些混账话 羞死人了 谁让你打你夫君家的主意啊 来 再教一声我听 夫君 今天你们家老四现眼了 公主撩话说 往后要提携呢 那是该提携 早该提携了 我们家老四多淋漓啊 改名往家烧个画 让家里好好管教管教 到时候啊 好给她找个好婆家 对了 咱家鸡下蛋不利索了 这月初的时候 每天能下七十多个 到了这会儿 就只能下六十多个了 这一开始的时候也没在意 到了这两天啊 才稳定下来 这不应该啊 都是今年才开始下蛋的小鸡 这七月间还有八十的数字 就那么一两天 这前前后后的 根本都还不稳定呢 不对劲啊 夫君 这做事 去鸡舍啊 鸡舍啊 鸡舍 孙子 小灰 怎么就你一人啊 二娘子呢 那个她 我让她烧点石灰回来刷墙 这些鸡没一个省心的 才刷的墙就被刀成这样 亏了上面够不着 不然呢 这墙刷难看死了 粗心哪 这个圈养的鸡 跟放养的鸡 这个区别就在这儿 你整天喂它蛆 跟草料它缺钙啊 缺钙啊 缺钙怎么让人家下单啊 夫君多当什么呢 没事 这鸡吃墙皮倒是好事 你倒真是给我提了个想 明儿 让人到后边小河里边捞点核棒 虾米什么的 那核棒里边有鸡生虫 必须要煮熟了之后 砸碎了碾成沫喂给鸡吃 有用吗 当然啊 这圈养的鸡 就得长期进步 行了 总算这原因也找到了 你也不用天天抱怨 你都不知道 你吃几天也别溜走 你敢说我你 一杯 夫君 你的这个法子太好了 才短短十多天 咱家鸡蛋的产量一下就上来了 是吗 现在每天 大约能敞三百多枚的样子 虽然一开速段作坊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现在 咱们已经可以小批量的供应个别施加了 那好啊那好 那就让老四赶紧抓住这个机会 打着神家的信号 开始失销吧 看来 吞掉云家的土地 指日可待吧 你干嘛总酸你人家这个呢 要是把他们家的鸡蛋全都收到咱们家里 那可是不小的数目 反正他们卖给别人也是卖 那还不是说到咱家来的 那倒也是 到底这么定啊 那么美 今天就要让人去办 把云家的活命钱 算到咱们手上 太好了 我去啦 陈老四简直就是一朵经商的奇葩 他轻描淡写的就化解了皇家对王家的剥削 而且还拉上了内府一块做生意 下一集中 王家得到了巨大的好处 棉花制品纷纷上市 各项生意蒸蒸日上 夫人也身怀六甲 就在此时 一道闪电 把王子豪招入宫中 是凶事急 谁能预测呢 请关注唐朝好男人大结局 二娘子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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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看好了 走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万万岁 大丹 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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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公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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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